拥有一部19人座的小巴士是每个乡镇所最期盼的 而凤林镇所不只有一辆19人座的幸福巴士 27号来自北部的林姓姐妹捐赠了一辆价值151万的康复巴士给凤林镇公所 完成父亲遗愿 让康复巴士可以照顾偏乡地区 给需要协助的长者就一 林御师在27号上午代为姐妹 捐赠了一辆九人座的富康巴士给凤林镇公所 镇长肖文龙表示 感谢林女士可以将爸爸的大院捐赠给凤林镇公所 来协助更多的长者就一 特别感谢林峰立老先生 生前就有这个仪式 就想要做对照顾地方的事情 还有他们三兄妹 大家就要完成他父亲的仪式 所以特别来捐这个富康巴士 所以我们这里也需要 我们一些富康巴士 或是幸福巴士 来再给我们老人家来利用 捐赠者也表示 第一次来到凤林镇公所 看到完成之后的富康巴士 心里既感动又感谢 也希望富康巴士 能够照顾更多需要照顾的人 所以我刚看到车子的时候 其实心里有点激动 我会觉得 我很感谢 凤林镇公所所有的同仁 为了这件事情在忙碌的你们 其实是你们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 只要每次看到这台车在路上跑 我想 就会一直想到说 爸爸的好意 那谢谢主席就是保证 大家就是会努力的把这台车 用到最适合帮助的人身上 我刚刚跟镇长请教了一下 其实镇长真的就是做得很透彻 所以我们把车捐到这里来 我觉得很放心 代表会主席也表示 凤林镇公所一定会将富康巴士 用在适当的照顾 年长者的就医上 公所对于我们老人家 在行动不变老人的这一块 提供了相当大一个助力 我们会跟他的所有的价值 跑回到最高 让他可以照顾到我们凤林镇 所有行动不变的 有需要就医医疗需要的 我们会提供的服务 凤林镇公所富康巴士 特别加装电动阶梯 方便老人家上下车 提高更便捷与安全性 落实照顾引法主义弱势族群 改善民众生活环境 以公共设施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导 平均建筑 行动 影为 明珍 改善民众 设计 继续